數據顯示 港人對港府的信任比率雖維持在38% 不過不信任比率由3個月前的31%升至44% 至於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比率則有36%增至43% 此外 港人對一國兩制信心 以致香港前途信心的負面比率都重回高於正面比率的水平 對此 香港民間監管公共事業聯委會發言人蔡先生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港大民言分析 年紀越輕的受訪者 越不信任中港政府 也對一國兩制也缺乏信心 立法會議員陳佳洛認為 現在有年輕人要求對香港前途公投自決 甚至要求獨立建國 他直言 倘若下任特首人選未能換腦袋 換風格 換手法 香港只會是死路一條 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新林採訪報導